举世瞩目西部大奔啊 就在昨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北京中轴县被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今天啊 我爸中轴县全长7.8公里 一直到北沿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最全的中轴县公园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中有几点呀 大家非常值得看 而且是最新的 中轴县 这是大家俗称的那个丁字塔 这是科技馆 这个是中国科技馆 这个就是中国科学博物馆 现在已经开放了 然后预约的人不多 但是现在预约非常好 那边就是一个应该是亚头行 还有丁字塔 对丁字塔 那边就是奥森了 奥森现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非常好 丁字塔 那边是新建的 这是党史馆 对 这边是党史馆 这是新建的国家会议中心 这也是 这是新建的工艺美术馆 这个是党史馆 这个是中国 这个没建的 现在没建 是空地 预计划的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历史博物院 历史博物院 玲珑塔 对 那边也是国家的会议中心 水立方 对 这是玲珑塔 国家体育馆 还有我最喜欢的鸟巢 鸟巢水立方 在这 那边是 那叫水立方 这是一直 这是中轴县的北沿 对 这个是呢 就是为什么 这是建立那个啥的时候 建立鸟巢水立方的时候 建了一个龙行水系 然后一直向北 到了奥森 这是龙尾 龙头在奥森的 那个湖 大湖里面 然后呢 钉字塔是后来建的 有人说对于钉字塔 是有很大的利率 对 那块龙头 然后为什么呢 说它像个大钉子一样 钉在了龙的七寸之上 这不是迷信 其实是有这一书 后来建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在鸟水立方的前侧 看到那一块位置没有 那个就叫娘娘庙 娘娘庙是北京最厉害的 你说钉字户也是 一直拆大石 谁也拆不了的 因为当时要建 建那个鸟川水立方的时候 就因为娘娘庙 而北沿了一百多米 就是那个娘娘庙 这是中楼和鼓楼 对 中鼓楼 对 这边呢 其实都到了中鼓楼 中鼓楼这块全部都是 行县高了 都是平方建筑 而北京的中轴线是北齐中鼓楼 一直到永定门 全程7.8公里 这是中鼓楼 陈中木鼓讲的就是它 定庚的时候是7点到9点 然后呢 先敲那什么 陈中木鼓 你慢慢先别看 这就是那个辽城的那个桥 对 这块就对了 就是刚才你说的叫万宁桥 万宁桥呢有两对狮子 这边有一对你要看现场去看 那一对的话呢是元朝 这块应该这是辽朝 将近有600多年 以额是将近800年的历史 元朝是800多年了 景山 对 这边是寿皇殿 嗯 景山后面的寿皇殿 寿皇殿是那个清朝和那啥呢 历代皇帝 还有这个 嗯 这个是景山 景山在这里 我们经常看故宫的全景 是在景山来进行拍故宫的全景 景山的万春亭就看到 就看到这个 然后这边是神武门 嗯 这是神武门 通常很多人在这里看 所以说爬景山拍故宫 这很多摄影爱好者经常要去开的 这边就是故宫了 对 故宫后面就是东对吧 东六宫西六宫 嗯 太和殿 太和殿是最大的殿 嗯 这边就是五门 然后到了千安门 千安门 千安门五座金水桥 然后呢 国家经典碑 对 这就是咱们的国旗 是吧 国旗 国旗在那里 每天很多人来看 升国旗 也有很多人在这直播 就在这一块 升国旗 然后在那边是人民八会堂 然后前段时间 这是郑阳门 对等一会儿子 这个是那个 人民大会堂 是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这是国家博物馆 很多人对于国家博物馆 可能了解不多 其实非常的好 而且很多的宝贝在里面 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是方的 方的是有一个原因 毛主席 这个是纪念堂 看到没有 就在这 毛主席纪念堂 对 毛主席纪念堂 每次就是人山人海 很多人要拍 就是要来参观 来担仰毛主席的一种就在这里 嗯 然后这边呢就是说 呃 这个是前门 又叫正阳门 最前也叫中华门 这是两个 嗯 从这里 所以从这一块 我们是从这里 能看到 他一直能看到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纪念堂 大门 出来的时候就从那里抽 所以说他也在中轴线 中进端 这个高铁这么快吗 对 你看这边全部都是 怎么讲 对 这边就是前门大街 嗯 那边呢就是一些 就这块全部是保护区 都是平房 这到哪了 这到了 这应该是那个天桥的一个艺术 艺术工芯 就是天桥的 然后那边呢好像德云社就在那一块 这是什么东西 啊 德云社不在还在前面一点 这是什么东西 嗯 这也是 这个我具体的话不太知道 这就是 中柔县一直在前走 嗯 然后走到这一块的时候 应该是看哦 你问的对 这块就是天坛的西门 从这一块这里全部是天坛 对吧 本身那边 我记得毛巫又也是生病了 对对面呢那一块就是仙东坛 现在叫做 武建博物馆就在那一块 大家也可以看 那边有很多寺庙的走景 非常好看 然后我们到 最前端 最南端 最南端就是叫做永定门 永定门呢很多 我北京认为说叫做猴顶灯 就是说呢 虽然是一比一复建的之前呢 但是说因为周边的建筑都很高大了 就显 显示不出来他的威力的壮观了 对 对这就是中州县 其实中州县可以一直在向呢 他们说最早最早能延伸到燕堆 就是燕堆到那一块 这就是北京的中州县 现在生意了 很壮观很壮观 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 已经互飞移了 对 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北京 想走北京的中州县 怎么最方便呢 其实啊 您就坐北京地铁八号线 全城都能看到北京中州县的 各个建筑都有 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 南门一直到南端都有 到天坛那块Q都有 整个中州县的每个县 都有它的下站口 全部都非常棒 这是最方便的